Linsey的一张画报呢 写手Peacebird一同请来了 著名的歌手叮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叮当 等一下哦 我们因为需要有一个特别的出场方式 因为你知道 特别出场 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 Music Festival 所以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方式 跟大家打造好不好 这个方式是什么呢 这个方式就是 是牙语 牙语 没有 开玩笑啦 开玩笑啦 所以 然后变成 哇 你好配合啊 你怎么是配合 一般节目主持人最大 没有啦 所以我们家面要配合主持人 所以我其实是很小的啦 我是很小很小的主持人啦 所以是这样子啦 因为你是歌手的真分嘛 所以我想说刁难你一下 想要用你轻唱的方式 跟我们 尤家帕巴尔利的观众朋友们 打声招呼好不好 好啊 我爱他红红烈烈最疯狂 噗这个 就我跟你说说有一度啊 每一天晚上我整天就是你这首歌 對 我覺得觀眾朋友們聽這首歌一定每一個人都在聽的 所以今天我聽說你也會在我們的這個舞台上面 會有精彩的表現對不對 所以今天會給大家帶來哪幾首歌呢 因為我愛你練習曲的演唱會 因為前陣子在走我的演唱會的巡迴 可惜沒有來到寧波 那今天在我們的這個音樂party上面 也把我的一小部分的演唱會的一點精華 然後帶來了寧波 帶來了我們這次的鳥人音樂節 哇是這樣的 所以其實觀眾朋友們沒有每一個人像我這麼有幸的 可以現場即時的現在聽到你唱歌 所以有什麼話帶給他們嗎 如果想要看到我愛你練習曲的完整版 請在2017年的1月22號 我會在香港紅坎的演唱會 然後跟大家就是分享 整場足足三個小時的演唱會 其實平時需要練氣嘛對不對 那你平時練氣的話你會做什麼 練氣啊 7 就這樣嗎 這很簡單耶 但是我聽說你健身 你健身應該有跑步吧對不對 有跑步 那跑步其實是會健身有練氣的幫助嗎 跑步有 跑步是非常對 呼吸是非常好 我前陣子也習慣在跳繩 是 跳繩 那像跑步的話 一邊跳一邊唱 一邊跳一邊唱 我們道具組上繩子 我跟你說 我給你種下了好多可以讓你跳 很厲害喔 對 所以你 我要講話小心一點 所以你現在在健身運動的時候會有練氣嗎 會 像我跑步 像我跑步的話我一般都是會快跑 然後可能就是先暖身 大概差不多在5.5到6左右 先讓自己的那個身體先暖起來 然後會花一到兩分鐘的時間會快跑 快跑完之後 然後我的速度會突然停下來 然後自己的心跳很快的時候 然後就會發 咿 跳打 所以我跟你說 我覺得很好奇的是什麼 就是 我好奇的是你在聽什麼歌 其實我聽的歌曲其實種類很豐富 有時候會很喜歡聽爵士 有時候會很喜歡聽嘻哈 有時候會聽搖滾 前一陣子就是比較 怎麼說 就是比較多在 因為經歷了一些很多的 怎麼說 經歷了很多的一些坎坷挫折 所以我覺得有一首歌是我 第一次聽的時候可能比較 沒有那麼那麼的有怎麼說 就比較在情感度上 也就比較沒有到那麼的知道 可是現在在重新讓我聽的時候 這首歌 讓我又重新有所了解 誒 是哪一首可以哼嗎 蛤 可以 可以哦 那個現場Keyboard老師 半月 為你的寂寞唱歌 來自家家的 哦 那個 其實我沒有聽過 我只聽你的歌啦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聽一下 這首歌是 這樣專輯是瑪莎的作品 然後 我的寂寞在穿啊 我為什麼想說 因為有很多人在 經歷在愛情中 都很害怕寂寞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我知道 你也花了一點時間 用寂寞來認識自己 是 所以其實有時候留白啊 多一點點時間 然後屬於自己獨處的時候 你可以更好的去看清楚一些事 然後也知道接下來的目標 接下來想要去做什麼 會更加清楚 所以有時候寂寞 大家都不要怕孤獨 但今天一定不會讓大家寂寞 因為呢 今天叮噹要給大家唱五首歌 而且現場我聽說 已經非常非常的火爆了 所以現場每一個人都不會寂寞 對不對 有叮噹不寂寞 謝謝 好的那謝謝叮噹 謝謝叮噹 其實這次參加就是BTV的這個跨界喜劇王 其實給我感覺自己真的是跨度還挺大的 因為以前自己非常喜歡小品 或者是喜劇類的這種就是電影啊也好 或者是這種其他作品也好 但是自己非常喜歡的 但是又自己不太敢嘗試 而這次這個跨界喜劇王給這個機會呢 我覺得就是 打開了我另外的一條就是經脈我覺得 然後參加完了之後就覺得 從當初的非常的膽怯 然後有一點排斥 然後到參加完了之後非常的喜歡 就是又非常的興奮 所以還是挺開心的 比如說昨天也是剛剛看到這個節目 看完之後自己還重播了看了一遍 所以還是挺開心的 給自己的表現打幾分 有這麼好的老師我覺得給自己怎麼能打個98分吧 對 剛剛有講說自己剛剛從劇組下來嗎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戲呢 可以跟我們先透露一下 在包頭劇組演的是《槍跑腰花》 然後在一起是拍了一個現代 現代喜劇 算是有點戲劇 然後有一些真實的一些社會傳訴 但是現在不太方便劇透 然後希望明年可以跟大家就是暗時見面 所以現在是想轉型做喜劇演員這一塊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就是 今天以前如果問的話 我就會覺得我做一個想做一個真正的演員 但是參加完這個《花卓水王》製作 然後我還是覺得我這個演員的這個字上 我覺得就是又想多加一個就是喜劇演員 其實喜劇演員還是挺難的 因為就是你把握那個度啊 或者是就是每個人在表演的時候的 這個感情線都很不一樣 所以這次學完之後呢 然後我覺得喜劇其實也是要就是很認真的去去演 然後很認真的去去對待這個劇情 然後讓別人覺得好笑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好的喜劇 那從模特然後再到演員 然後再到廚師 然後自己是對哪方面是最滿意的 最快有興趣的 其實我經歷了這麼多職業 我覺得每個階段對自己的表現還都是挺滿意的 因為就是在每個階段剛剛入行的時候也沒有想太多 就是想把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可以做好的事情盡量的去做好 然後我覺得每一個職業給我帶來的收穫還都是我意料之外 所以就是每天過好 過好就是當天然後繼續努力 然後就是加油吧 所以想太多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我覺得就是對待好每一天嘛 那接下來的計劃是什麼 工作計劃 接下來的計劃就是在挑選劇本 然後包括還有兩檔新的節目 現在也是在在談對不對 所以在談一些細節的東西 也是真人秀這樣的嗎 會有然後有電影也有真人秀 其實我還真沒有參加過就是音樂節 就是自己親身經歷的音樂節 都是我朋友 然後在現場發的一段一段小視頻 我都是湊著看的 所以因為平時也工作比較忙 所以這次可以親身到這個音樂節還是挺開心的 可以感受一下我朋友 他們當時在身臨其境的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妻子穿男手風格的衣服 你會覺得特別的喜歡 我覺得我妻子穿什麼樣的衣服 我覺得非常的美 最近八道去哪兒正在熱播 然後看到田亮他們上節目 有沒有再次想上節目的什麼 親的類節目 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 還是真的是挺想再帶孩子 再經歷一下 就是沒有人打擾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 就是相互依靠 然後相互在一起成長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那段經歷對我來說 或者是對我成為一個父親來說 我覺得起到了很大的幫助 好 Peaceboard woman 2017 春夏大秀馬上就要開始了 你講對這次大秀說些什麼 其實Peaceboard Peaceboard每一次大秀都會在現場 我覺得每一次都會給我帶來 就是不一樣的震撼感受 所以這一次呢我覺得做的又更大 所以非常期待 現在已經非常期待 想要進入到這個現場 看一下就是這季最流行的是什麼 剛才因為是女裝秀嘛 然後其實我對女孩子穿的衣服 不是特別懂 剛才看到一套衣服 就是一個超短的一個褲嘛 熱褲 然後那個穿的一個襯衫積著腰上 然後就那套衣服印象挺深的 所以說你比較 如果說馬路上看到這樣子 就是你穿的比較短一點的女生 會比較吸引你的眼光是嗎 是吧 所以說女生的食材對你來說 就比較重要是嗎 喜歡就好 你是說找女朋友還是幹嘛 如果說是找異性的話 喜歡就好 自己喜歡就好 那如果讓你給你的就是老婆 怎麼就是推薦一下穿搭的話 你可以就是 你讓他們該怎麼穿呢 舒服舒服就好 清爽大方 那我知道你們也是一些就是街拍達人 像機場也Vlog都是大家都覺得很OK 那如果你在書型的話 你自己必備的一些單品是什麼 我自己個人的話比較喜歡襯衫嘛 白襯衫 然後 穿的其實也是簡單一點 然後用白T牛仔衣牛仔褲 都是我自己可以襯穿的 然後還有小白鞋 那如果說跟品牌合作的話 就是有沒有說以後能先那個合作盤出來的計劃 嗯這個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推出 好 愛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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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同學視頻 嗯 嗯 接下來你有什麼想要的一些就是工作計劃 比如說是影視作品 嗯 對對對 接下來我會 會在這個影視作品上面會有新的規劃 嗯 比如說 這個還在籌備中 嗯 那新專輯咧 新專輯會在明年 明年推出 大概的一個曲會是怎樣的 然後跟以往有什麼突破 啊 曲子風格 對 風格的話 還是會以這個 有這個我自己的搖滾精神 擔任在裡面 不一定是特別搖滾的歌曲 啊 會給大家傳遞正能量的那種 積極向上的精神 嗯 我會帶給大家 還是我自己的 呃 許維卓的搖滾的這種精神 然後我會帶給大家三首歌曲 能介紹哪三首歌曲 也是搖滾類型的嗎 就是我自己專輯中 我自己的歌曲 啊 但是今天呢 跟網上不太一樣 網上呢 我都是和我的樂隊老師們 一塊出現在舞台上 今天呢 會有 就是我的伴舞老師 是一個唱唱的形式 然後去展現這個我自己的歌曲 一個新人嘛 在演員啊 在歌曲上面 我覺得還需要很多的去磨練 很多的去學習 那現在有滿意的劇場嗎 現在在巢貝中在看 嗯 那現在其實通告也挺多的 那一天下來 或者就是一個月下來的話 大概是有多長的工作時間呢 這個我也沒仔細算過 反正 反正保證至少一天 六七個小時的睡眠 嗯 那其實現在很多一些小信號 可能說經過有一些就是過勞 就是一些瘀倒啊 這樣子的情況 那你自己是怎麼就是 解壓自己的嗎 嗯 其實我覺得真的身體特別重要 就前幾天然後 我因為也是工作嘛 然後可能找到涼風 就有點發燒感冒 我覺得就特別影響就是工作啊 然後選擇人的狀態特別不好 所以真的是一定要保護身體 大家一定要保護身體 好 最後兩個問題 那你私下有什麼解壓的方式啊 解壓的方式啊 聽歌 然後 鍛鍊嘛 我主要是就是做那些 槓鈴啊什麼的鍛鍊的話 我覺得挺能放鬆自己的這種心情 時尚方面 時尚對我來說 其實真的是一門很深奧的一個學問啊 我還是要多多學習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個時尚專訓的人嗎 嗯 嗯 還行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Della丁當 在這裡呢 要祝太平鳥二十週歲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